前两天,有个咨询者向我咨询,还是老公外遇的问题,他说,他接受不了,想离婚,但很多人劝他去原谅。 他甚至给我讲了曼德拉原谅预警的故事,他觉得不原谅,好像显得自己很low,我问他,曼德拉的故事是怎么听说的,他说,他老公给他讲的,果然,我的猜测并没有错,如果我年轻十岁,可能我也会选择对伤害和恶意去完成原谅,无条件。 但是,现在我不会了,因为,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里,原谅是一种美德,所以我们就会衍生出一个逻辑,不原谅,就是狭隘,就是作恶。 所以,很多时候,其实我们根本不想原谅,不能接受原谅,但我们还是被逼着去原谅,为什么我们会说,原谅是一种美德呢? 因为原谅背后需要胸襟和包容,所以心胸狭隘的人,斤斤计较的人,在他们的字典里是没有原谅这个词的,他们牙字必报,这当然是不可取的。 另一层含义是,不原谅是因为心里还有恨,而恨,一定最后伤害的都是自己,所以,原谅不仅是一种高贵的品格,更是一种超凡的能力,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,我们对所有人,所有事,都要选择原谅,生活中,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低级的原谅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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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